而从5月份就已经实施异地办公的瑞税乡公所 整个代弹从星期一开始延长展开一连7天的居家办公演练活动 乡长陈进光表示抗议四同作战 提前熟悉居家办公作业的模式 来发现操作上的问题也能够及早地做修正解决 让乡镇业务可以顺利的来运作 从5月份就实施异地办公的瑞税乡公所人员分散办公 各客事业的有些空荡荡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三级防疫警戒延长后的上班日开始 乡公所也即刻展开了居家办公的演练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演练 把我们中央的一个规定规范 那在演练过程中是不是还欠缺什么需要改善的 能够提早来应应 让我们这个居家办公的方式 未来就算是常态化 我们也可以马上的来应应来面对 像公所启动居家办公演练之际 行政院百页纾困4.0方案也开始同步受理 即便可以上网申办 但仍有不少的民众前来公所洽询办理 公所人员缩减三分之一的乡公所 各项业务以及纾困受理作业是否受到影响 乡长陈静光指出 演练这几天一切都顺畅 为民服务的品质也并未受到影响 那些乡公所的所有的正常事物 都会在我们公所里面正常进行 就算有居家办公的 他也可以透过我们公文的一些光碟的一个系统 来做视讯或是文书上的处理 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民众的权益 防疫大作战 润水箱公所整个代弹 从周一开始展开为期七天的居家办公演练 以打带跑的方式 让公所员工提前熟悉居家办公作业模式 遇到操作与执行等各种问题也都能及早做修正处理 乡长陈静光说 在疫情非常时期 乡政业务仍能顺利运作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